最新播报我们再来关注 昨天一天内我国河南甘肃新疆河北四川五地均发生了地震 震级的均在三级左右 五次地震连发迅速成为了网友们热议的话题 那由于前两天刚刚发生了月泉石 人们就猜测是红月亮带来了地震 相关方面的专家表示 从地震实际发生的统计来看 在月泉石发生的时候 地震频发或者地震增强都没有明显的迹象 由此判定此次的地震和月泉石并没有关系 请不吝点赞订阅